第一通接在高雄的鍾先生 鍾先生你好 小金大家好 我三點來講 第一點是說 台灣家園 定義地方政府 也要做七長 中華民主是統一符號 九二共識 跟台灣共識 我的區別是 台灣共識是十三億人 來做決定 他是一種選舉總統 一種政見發表正當性的 一種公投 所以我們不如上當 蔡英文說台灣共識 他是以兩千三百萬人 兩千三百萬人做決定 這個才是一種本土 才是為台灣設想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1895年版親 都讓台灣給日本 那個侵害革命還沒有產生 中華民國還沒有誕生 所以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的 那1945年日本投降 美國年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成名 所以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國都沒有關係 第二點 中醫中各表 在聯合國1971年 中共已經期待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還在國民黨 沒有資格說他是中華民國 因為在聯合國 中共是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大使館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叫一中各表 這個統一符號 如果我們主張一中各表 等於是在統一上當 所以這個馬英九 它包含它包裝 所有包裝是統一 所以劍頭那個口號 所以我們台灣人 要堅持自己的立場 堅持自己的組件 自己的組權 這個才是我們要追求 明年總統選舉 蔡英文的鎮見 謝謝 謝謝鍾先生 來台北的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喂 陳小姐請說 大家好 陳小姐已經說 一種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既然馬英九 有說九二共識 是一種各表 他怎麼 照他這樣說 他就要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是中華民國 我們可以各國做各國自己的 你中華民國是 他叫四五年 打主招贏 代表民軍來接受台灣的 人家是暫時叫你來代表 你怎麼變成自己的 你說你要完全負責 你說完全負責 你是完全負責 要尋找台灣人民的利益 為你自己在 政策管理 有為百姓的政策管理 這樣米酒漏價 要叫大家都喝米酒嫁 有你們企業 有每一項企業 你說有正經為我們人民做事 你是為你自己在做事 為你們那麼過關在做事 你看那個 那個爸爸小姐 那個先後的那個說 只吃一段稀飯 有什麼了不起 對 人民更重要 還是你那時候 那時候不會更重要 是不是這樣 你既然你娘的 都是人民的辛苦錢 你說為人民在做負責 你根本不是為人民在做負責 為你們自己 農民的 三塊 兩塊 一塊 那種金焦 那有成本 你們有在為百姓做事 你說什麼負責 不是可以解決問題 不是可以解決問題 也是要解決問題 你說韓國可以 我們也可以 如果人民不可以 把財產都管載 你說像你的財產都管載 你都要尋找台灣人的財產 做自己的財產 謝謝 謝謝陳小姐 來感謝你 台中的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台灣人大家好 你好 馬英九 致詞的時候所講的一字一句 都是厚言無恥的謊言 最無恥的是 他憑什麼利用國家的資源 大談他黃金十年的政策 當了快四年的總統 舉在一兆又幾千億 完全沒有政績 只會滿口服員 只會打朱家權的農舍 親民黨現在在拼聯署 前幾天 國民黨放出拉攏 親民黨立委的消息 他們的目的 就是要讓想去聯署的人 打退堂鼓 已經100年的國民黨 只會搞這種下流的手段 我是建議台灣人不要再客氣了 大家走上街頭 五點抗議 抗議馬英九 633跳票 死不認錯 又不遵守承諾 先一半的薪水出來 抗議馬英九 綠卡支架證明 拿出來否則退選 抗議馬英九 利用不公不義的司法體制 和行政不中立 抗議馬英九的九二共識謊言 讓台灣變成中國的一省 抗議五都選前 連勝文明案的政治操作 我就這樣 我就相信 我就不相信他這樣還選了下去 謝謝 謝謝謝謝林先生 來宜蘭的另外一個林先生 來林先生你好 我要說很久的才會說很煩定 我要說 馬英九說中華民族 兩岸都中華民族 但是中華民族能夠包含了 曉哲克的概念嗎 不如小英說的 台灣才能包含曉哲克的概念吧 我跟馬英九對外 都已經走空走好 中共談辛亥百年 中共談未來 用春冬山的話 談未來和平統一 但是中共不挑戰馬英九中間 這一段中華民國 是現在進行次 馬英九的現在進行次呢 要等到他 2012年連任成功之後 才會跟中共的過去式 辛亥百年 跟中共的未來式和平統一 才會兩座會 因為馬英九講過了嘛 只有連接台灣才有中國嘛 所以大家要小心 蔡英文所謂的 這個中華民國是台灣就是說 他把中華民國加上台灣的條件 只有在台灣的這才有中華民國 如果沒有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就已經消失去了嘛 那以前不是說 兩岸的不同在哪裡 戶籍的不同嘛 那為什麼戶籍不同 戶籍不同 戶籍不同就是說 台灣是個家園而已啦 就這麼簡單啦 好 謝謝 謝謝謝林先生 來 中和新北市中和的林先生 師兄你好 這個詐騙一團喔 這樣今天這樣講啦 說我們台灣一天 一中各表 我感覺他講話很厲害喔 這樣是 欺騙六十多年 他還在欺騙 這個財務政府 我覺得他們是很可憐的 我們台灣人喔 都一台一台不拆 這個選票喔 我本來都在賺錢 那個 阿姐這選舉 如果選舉的 三千兩千 下去台灣人就問叔叔了 我說拜託一下啦 因為你們那個 你們那個 你們那個 你們的主尊 三千兩千 就 給他們買起來 嗯哼嗯哼 他這個詐騙一團喔 我說得到 他真的會去 已經喔 是 詐騙六十多年了 我們的 他的國民黨 東山 國山 我們的 國口同東口 他今天有這麼多錢 說比較沒聲 我講一句話討好 不好意思啦 國民黨來 一張腳欠的就能打來 來而已 他今天到那裡拿錢 好 謝謝 謝謝林先生 來感謝你 我們知道你的觀點 台南的胡先生 來 胡先生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你好 我們在說 阿扁 也有這幾百年 八年 他主管 他也可以跟台灣 改變 他跟我們台灣在哪裡 你說 我台南來 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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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的胡先生 我們要連線一個 剛剛收到最新的畫面 就是馬英九總統 他剛剛在原山飯店跟中國台商代表餐序時 吳敦義也一起出席 那麼他特別提到說這個機票一半 五折的部分已經解決了 我們看馬總統到底要傳達什麼訊息 連線給記者畫命運 好 中華民國100歲生日 馬總統和行政院長 吳敦義中午是來到了原山飯店 和台商代表餐序 不過這場餐序 是還機會以官方的名義來舉辦的 那我們在現場看到 台商呢 是動散聲不斷 彷彿呢 就像是馬無的競選造勢大會 好另外呢 馬總統也在致辭時 談到明年的春節和投票呢 台商反台的機位狀況 馬總統很滿意的表示 機位呢 不但是一定足夠喔 機票呢 也會降價最少呢 至少能夠便宜一半喔 好的馬上帶你來看稍早的現場 很關心這個明年過年的時候 以及選舉受機票的問題 目前剛剛董事長跟我講了 這大致上已經解決了 因為我們現在每個禮拜 五百五十八班的飛機的情況呢 要比過去在調配方面 能夠有更大的一個彈性 他表示說各位 如果只是過來反台投票 那麼您在1月1號到1月15號 1月14號早上 甚至於早上啊 你只要早上班機抵達你的各個行點 台北 台中 高雄 您通通可以買到團體優位票 好多人就問 台中的代表郭山規提出這個部分 又是一個身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 那麼這個地方宣示 這到底意味是什麼 這真的沒有任何所謂的違法的一個跡象嗎 我們等一下來分析同時 讓您先看昨天晚上分別 一個是在高雄的馬英九 一個在台南的蔡英文最新畫面 先來看昨天晚上 蔡英文在台南 驚爆有3萬人現場的看齊 國際日前夕不讓對手馬英九一枝獨秀 蔡英文再一次高分被批馬過渡金鐘 這個建國百年是國民黨說要慶祝的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我們也聽到說 北京的政府 中國的政府 要慶祝他們的辛亥革命100年 那兩個事情同時發生 其實他們講的都是一個東西 他們講的都是一個中國原則 少外民支持者情緒沸騰 蔡英文越說越激鬥 強硬說出台灣共識得站在兩個基本原則 對中國的歷史的記憶跟感情也可以不一樣 但是我們必須要坐下來 找到我們大家共同可以相處的基本點 第一呢 第一呢 就是我們2300萬人共同有的主權不能受到傷害 我們的前途 我們要我們2300萬人 我們自己來觀察一下 對嗎 儘管天公不做美 中途下其雨來 交不息支持者熱情 從頭到尾坐無虛席 鞭炮聲大喊聲此起彼落 才有魅力很掃難台灣 全台心叫從故鄉屏東出發 果然成功炒熱選情 三十二楊小金陳立國採訪報導 今天10月10號還有96天馬上進行投票 昨天這個場合是決戰97天 這樣的場面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解讀 這場總統大選最新的選情 包括蘇家犬的農勝 農委會在之前說三道四 現在要打退堂鼓嗎 怕了嗎 要落跑嗎 休息片刻再回來 今日正尊頓 34 Juliet South壁 4月 ующ間 中路 彈 〜